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就是以奶油和培根为主要原料做成的马铃薯 制作开始前将黄油从冰箱拿出 放置到室温 马铃薯也要好好洗干净哦 洗干净的马铃薯直接放进奶锅 加入没过食材的水 盖上盖子 用高火煮至少四十分钟直到全熟 在等待的过程中来准备培根 将培根不重叠的平铺在一个可微波的盘子里 用微波炉钉四至五分钟 要全熟不太硬就可以了 拿出后用纸巾吸去多余的油 然后切成一口大小带用 如果可以用筷子轻易穿透马铃薯 就说明已经熟透了 可以夹出 放入加勒冰块的饮用水里 不要等待太久 不然马铃薯会变得稍稍有些硬 不烫手后就可以剥皮啦 接着就来制作马铃薯泥 先倒成较大的块状 加入软化至室温的黄油 搅拌一下 再加入蒜粉 食盐 和淡奶油 继续搅碎和搅拌 淡奶油基本被吸收了 就用微波炉钉三十秒 这时候马铃薯会变软 利用挡棒帮助粘成泥 也可以留一些小块增加口感 接着放入奶油奶酪 继续搅拌均匀 然后是培根 黑胡椒 黑胡椒 被吸收之后 可以再微波三十秒 喜欢细腻口感的话 可以再用倒棒碾压一下 直到感觉鼠泥有一点点黏性就做好啦 享用前可以再用微波炉加热一分钟 热腾腾的软软鼠泥 搭配含冷的季节更好吃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和订阅哦 也可以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